大家好,最近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随着对网络金融欺诈调查的深入,中国逃犯正在挑起他的追随者和批评者之间的仇恨。 这个网络金融诈骗调查的深入说的是郭文贵,中国逃犯说的也是郭文贵。 譬如我在一个多礼拜左右之前,录过一个视频,就是郭文贵的PAX案,他被判赔一个多亿的美金,要冻结他的一切资产。 只不过法院刚刚判完,这个判决还没有生效,那么最近美国的法官签署了文件,确认了这个判决,就是郭的一切资产都要被冻结,用于清还债务,唯一者被视为刑事犯罪。 也就是说你违反这个判决,把资产用作其他的用途而没有还债,那就是刑事犯罪。 这个报道的后半部分,中国逃犯正在挑起他的追随者和批评者之间的仇恨。 之前录的视频也说过,郭文贵手下的蚂蚁军团,围攻民运里面反对他的, 比如黄河边博报啊,朱万利,李洪宽,郭洪烈,还有西诺等等,甚至殴打了国际盲流子。 打的场面非常的激烈啊,我们也都看过了。 当然,这个海外民运啊,31年了,马上就要32年了,其实是一事无成的,并没有任何的成就。 相信他们的金主对他们也失望,他们自身呢,也需要寻找新的金主。 郭文贵刚出去的时候,这帮人啊,就把他当作一个救命的稻草。 觉得这个人文化程度又不高啊,是个土大款啊,他们会像诸葛亮辅佐刘备一样,把刘备耍得团团转。 但事实上,郭文贵这个草莽出身的人,就是在耍他们啊,利用他们让自己出名, 把自己捧高之后,把他们挨个的踹开了,然后这帮人恼羞成怒了。 无论是细思小哥呀,郭宝胜啊,这个夏业良啊,还有魏京生啊,等等,都是这么个情况啊,也包括后来的阴体等等,都是这么个情况。 包括阴体这个事件啊,双方吵来吵去,无非就是一万美金嘛,郭文贵号称有几百亿美金。 结果因为一万美金跟阴体思来思去,可见他没有多少钱啊,他后来的很多的钱,都是通过法治基金等等。 这些诈骗的行为,所以就像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是网络金融欺诈。 这个杂骨和反锅呀,本质上也是一出戏。 你看这个国际盲流子,对吧,被小蚂蚁给揍了一通,又报警了。 然后,在视频上各种的诉苦啊,但事实上这个事情很清楚,证据也确凿。 那你就走法律手段嘛,赔你医疗费啊,或者让对方承担法律责任就可以了,但是又不这么搞,就是各种啊,制造仇恨,制造悲痛等等,当做一个受害者。 我看有些推特也说了啊,这个国际盲流子呀,其实在美国的公安那里吧,或者说警察那里,和打他的人就和解了,不注意用他的责任了。 然后到视频上各种控诉等等,都是在演戏啊,都是在演戏啊,无非就是利用郭这个流量啊,这里不详细的说了啊,我想大家也非常的清楚。 那么同时呢,郭还有一个R5V案,这个案子呀,涉及一个阿中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总裁呢,叫做于建明。 去年我也录过视频,就是美国的FBI调查他,说郭文贵可能是中共的间谍,就对他调查他。 调查他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阿中基金会啊,和这个总裁于建明等等。 那目前呢,调查的范围又扩大了,所以除了PAX,郭文贵的很多资产呢,又被FBI给冻结了。 冻结的原因啊,说他有可能是间谍,对吧,当然这个原因啊,不是特别的明显。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干涉美国的选举。 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郭文贵啊,之前因为涉嫌间谍行为,和利用金融手段诈骗,被FBI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 那么,如今呢,又因为干涉美国大选,被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就是FCC立案调查。 其实郭有干涉美国大选的权利吗? 其实他没有啊,第一,他不是美国公民,他是阿联酋的公民。 第二呢,他也没有合法登记,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阿联酋在美华人,他不是美国华人啊,而且是国际刑警组织红通逃犯。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法律上,郭文贵都有没有参与美国总统选举的资格。 但是为了蹭跃度吧,和得到美国政界的关注,郭就想尽办法通过班农靠近特拉夫政府,干涉美国政治。 对吧,我们也非常的清楚啊,郭一个红筒逃犯在美国既没绿卡,又没身份,他的真实身份是阿联酋的公民。 他在美国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 但是啊,我们可以看他的视频,他的推特,他的组织啊,天天宣扬啊,要么支持川普灭共啊,对吧,要么就是支持拜登啊,你不管他支持谁,支持哪个党,其实跟他没有关系啊,你都不是美国公民,你又没有选举权,又没有被选举权。 这和你有多大的关系呢? 尤其是他在美国拉帮结派,搞各种的组织,尤其是搞一些华人的组织,为川普拉票,后来又要为拜登拉票,反复无常。 但是这些呢,都涉嫌到干涉了美国的政治啊。 据美国PROPOBLIN网站的记者,扎斯汀,今年年初的披露,班农呢,曾在2018年乘坐庞巴迪全球快车飞机,飞往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参加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活动。 他还乘坐飞机飞往墨西哥城和纽约以及其他城市。 那么他乘坐的这个飞机呢,就属于郭文贵。 按照美国的选举法等等,班农可以乘坐这些飞机去帮助川普拉票,实现班农的政治目的等等。 但是,他的拉票和政治行为的资金不能够是来自非法的。 那么按照美国的选举法,这个资金一定是美国的公民拥有美国的选举权。 所以郭文贵这种既不是美国公民,又没有美国的选举权的,阿联酋的公民。 那么资助班农类似的政治人物,从事选举活动等等,在美国是非法的,而且涉嫌干涉美国的政治。 那么阿克曼律师事务所的政府事务合伙人布雷特·卡佩尔引用了联邦竞选法,说了,禁止外国人为在美国进行任何选举,做出任何贡献或捐献。 这也使外国公民不能提供实务捐助,包括为竞选活动有关的旅行付费。 根据公共飞机租赁的价格,仅从纽约到新墨西哥单程旅行的价值就是三万五千美金。 班农和他所支持的国会议员候选人,都没有向联邦选举委员会透露有关旅行的消息。 那么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和司法部将对此事对郭文贵和班农展开调查。 这个班农又悲剧了,因为帮助川普筹备建墙,之前被抓了一次,被美国的邮政警察抓了,目前在取保候审阶段,很多律师都解读了。 班农这个罪不清,至少是二十年,之所以涉及到这个罪,说明他这个人也蠢。 美国的政客有无数的洗钱的手段,你可以通过任何的手段,规避你的风险,可是班农却不会规避。 同样的,在郭文贵这个事情上,班农更蠢,对吧,他帮助共和党,帮助川普拉票行为等等,接受郭文贵的捐助,又是坐着郭文贵的飞机。 而郭文贵这个人又不是美国的公民,对吧,又是中国的红通等等。 班农显然是不能接受这些捐助和坐他的飞机的,你无论郭文贵喊着灭共不灭共,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美国的联邦竞选法有明确的规定啊,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不能参与或者干涉美国的选举,但是郭文贵和班农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是又参与又干涉了。 这个事情呢,发生了是两年前,但是最近啊,又被翻出来了,这有两点吧,一个是大选临近了,可能也要翻一些班农啊,他的黑料,因为班农毕竟经常被很多人称为川普的国师。 这个国师真的假的咱不谈啊,毕竟是被很多人称嘛,所以打击班农呢,也会打击到川普。 第二个呀,就是郭文贵这个人,他一直是被美国利用,用他说的吧,当作反控的一个先锋,但是郭文贵的价值已经越来越小了,他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小了,他越来越失去价值了,失去价值呢,就会被美国扔在一边。 对吧,他背后啊,这个政治势力等等,越来越不把他当回事了,他也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所以啊,郭文贵现在深陷PAX案和25A案,对吧,这个还把他当成中共间谍了,调查他,你想想这个是多荒唐啊,关于他被当为中共间谍被调查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去年年底就开始了,对吧,这个案子也陆陆续续的,没完没了的,经常被提起, 经常把他抓去调查,这个对郭文贵来说也是慢刀子割肉,我想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啊,所以呢,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和司法部,对吧,就此啊,对郭文贵和班农展开了调查,所以如果拜登当选啊,我想这两个人会很悲剧的啊,如果川普连任的话,那就不好讲,一方面川普可能会进一步的和他们切割,因为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啊, 川普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想尽办法和班农切割,离班农远一点,这个人啊,臭名昭著,也就郭鬼子吧,把他给捧了起来,诈骗很多的无知的这个群众啊, 所以啊,关于郭文贵的倒计时,对吧,已经开始了啊,那么美国的邮政警察,海外海岸警卫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啊,要对他进行抓捕了,而且郭文贵呢,最近呢,也陆续的上了很多次庭 看起来没事吧,其实不是真的没事啊,一个是因为他能请得去很多大律师啊,有钱,不得否认,但是这个钱啊,都是通过法制基金会等等诈骗来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法律本身啊,就是磨磨叽叽的啊,拖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这些不代表他没有问题啊,不代表他会逃脱法律的制裁的,同样回到班农也一样,班农现在依旧能够主持他的节目,班农战情室,依旧能够在那里倒闭刀,但不代表没有问题,他现在取保后审,限制居住,对吧,真正的上庭还没有开始呢啊,那么关于班农啊,政绩也是确凿的,真正上庭啊,至少20年,这都是可以确定的, 对吧,所以锅鬼子也好,班农也好,打了个时间差,还想继续诈骗一下,但事实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还想继续做一下政治投机等等,事实上也已经不可能了啊,那这两个人啊,两个骗子,拥抱到一起了,一个比一个能骗啊,关于班农啊,黑历史很多,诈骗的历史也很多,对吧,这个人呢,无论是在道德上,情操上,包括政治理念上, 都没有任何的底线,那么明天的视频呢,会继续说一下,那好,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喜欢的请订阅一下